这里老师就是你原来工作的地方 景德镇雕塑磁场 对对对 这个是黄永玉集的 那你那个时候在这工作的时候 这应该是变化蛮大的是吧 现在的变化很大 但是它的整个格局没动 在这里就是从12岁来这里 12岁来这儿 但是工作是14岁开始 14岁开始 工作了8年的时间 就是在这个区域 然后再去读大学 因为我们当时住 也是住在厂的后面 它是这个有点像前厂 宿舍区在后面 对 跨过了一条路 对对对 这是你生活和工作的中心 没错 现在这里好热闹 到底是成了网红了吧 对因为每个星期有个市集 所以带动了很多些年轻人 到这边来打卡来消费 但还好我们工作地方 因为在那边上面还比较安静 好等一下我们走过去看一下 好的 好的 到了 就是在这 在二楼 你这个工作室里边 现在都是最新在做的 这些东西 对 反正做了些实验 因为每年做作品之前 我都必须要做些实验 其实这个是去年 不在复兴艺术中心 那个展览 在三楼有个大的装置 无形之中 那个当时我在这 做了一个就是泥浆 看它的一个体量 看它泥浆沉淀下去的一个时间 就是实验这个泥浆的 对 我记得 在整个三楼 全部是泥浆铺满的 太厉害了 因为那个作品 我是想把景德镇的一种 自然的一种材的一种元素 然后带入到美术馆的 一个那样的一个空间里面 空间形态里面去 让大家去感受 是不是到景德镇来以后 这里就是感觉非常的亲切 从年少的时候的成长的印记 就是在这里 然后和陶瓷有关的一切 也是在这里发生 对 因为每次回来 感觉是不一样 因为回到这的话 可能就是说 能够沉浸下来 在这去思考创作 包括就像这个作品 像容器的这个作品 容器这个作品 对对对 因为也是在这产生的 我记得有一年博览会 我正好去参观 有一个大的台灯 做的器皿的一个瓶子 它当时烧的就是狼红柚 一下就打动我 因为一下让我想到 我80年代初 在景德镇工作的时候 看到建国磁场 因为那个建国磁场 是专门烧那个盐生柚的 一下我就想到 那个时候的一种记忆 容器来烧得有点像雪的感觉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接着后来这个想法 产生以后就进行了 很多一些实验 因为狼红柚有点烧 它是流动性特强 它是在器皿的外部装饰 但这个时候 把柚作为一个媒介 带入到作品的创作里面 可能是从来没有过的 但我们还是算比较幸运 最后还是有一批作品 呈现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 陶瓷的一个魅力 就是说你食安满窑进去以后 将近1340度的高温出来 你也不知道它最终会产生什么 它有一些会让你 眼睛一亮的一种呈现 有时候也会让你特别的压抑 就窒息 因为有时候烧得并不是特别理想 但这个也是工作的一种常态